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蜜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亦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好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欠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欠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十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行星 行星銀行角行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火土 planet 行星 如果要讀得誇張一點 行星 行路角行 我現在是說行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造的三度左右 有一顆叫charaton 這樣叫行星 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injury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拾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的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裁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待會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鬥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是不是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了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 女人 第二 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 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 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益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催及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那些東西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方法 還有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 事不宜事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的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來到處女座的朋友 無論是常星還是太陽星座 處女座 接下來這個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不如讓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背景圖 我會有一個煩冰冰 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經常說 自己好名如海嘯 那些的卡圖 多數都是來自我和客人 在WhatsApp的conversation 有時都會是Line 但通常那些人 都是在WhatsApp聯絡我的 為什麼呢 我都是非常鼓勵大家 不要用Line 因為你都知道 我的錄音是很長的 因為都是details 方便大家可以很多資料 去聽回塔羅的啟示 或者是沾聲的啟示 然後Line的錄音 你們是不能飛的 不能飛去中段 然後 試試想聽回某些東西 你又要重頭再聽過 便很浪費時間 Anyways 我有時去Cat 那些conversation 我都會去轉一下WhatsApp的 背景 因為有時都漂亮一點 不要那麼悶 雖然我這一陣子 就來來去去都是黑白色的准提菩薩 如果我有時 是說到最近的一些好評圖 或者什麼 大家都會看到很多黑白 跟著有個佛像的照片 那就是我經常都鼓勵大家去念的 准提菩薩的神舟 那我又要說回整體了 看看我經常都越寫越遠 好了 然後呢 我相信這個conversation 是那陣子 我那陣子 是有一些關於處女座的conversation 例如我跟客人說 你是不是處女座 然後她說你真的很準 我真的是處女座 然後我就把WhatsApp Background Picture 轉成范冰冰 因為范冰冰是一個很典型的處女座 我也是很欣賞她的 還有陳慧琳也是很典型的處女座 我也是很欣賞她的 OK 我經常都說 我挺喜歡處女座的女生 因為她們做的比較爽 比較男生頭的 OK 那時候就轉了WhatsApp Background Picture 然後 轉了一次 我就免得經常都轉了 OK 那時候可能有另一個客人 就現在去讚我 上次錄金很準 什麼四月尾就搬走了 OK 我那時候就順便去劇這幅圖 然後隔了很久之後 因為我都說真的好評與海嘯 我現在用的這些好評圖 起碼來自一年之前 起碼是一年之前 OK 然後 輪到這張照片 我就覺得 不如就用回處女座的聲韻 這個就是那個因緣 好了 快點言歸正傳 究竟處女座的朋友 今期農曆四月的自身會怎樣 現在你們的one on one的關係非常之差 無論是友情還是愛情 會無端端破裂 真的很恐怖地破裂 我要跟某一個超級粉絲說 You know who you are OK 放心 這個應該不會是你 雖然加上你是上升巨系 然後巨系中 我都說 咦 又有些關係會被人還到奪愛 OK 但是呢 處女座不需要擔心些什麼 就是如果這個one on one的relationship 已經是持續了很久的話 那你就不用過份擔心 是的 因為呢 我現在說你們的one on one的關係會破裂 根據塔羅牌的顯示 通常是一些開始了不久的one on one的關係來的 是的 就可能是真的剛剛去萌芽 剛剛去認識一些新朋友仔 剛剛去曖昧 剛剛去曖昧 甚至剛剛去commit了這個relationship 但是就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無端端是會並泡一聲 這個關係是會破裂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是可以生理四別 是的 一些非我們人類可以控制到的外圍因素 而令到這個關係是忽然之間完結的 是的 那希望自己接下來有定心理準備 OK 還有我再說一次 某一個我的超級粉絲 You know who you are OK 你不要太過擔心 OK 因為通常這裡是說一些新的relationship OK 是的 那 所以就是了 但是我當然也不希望是因為人為因素 但是我看一些牌子 它就比較像是外圍因素 還有看那個星象 因為它都是牽涉了木土兩顆星 是的 然後木土這些我們都是叫外圍星 所以可能有些東西不是說人類可以控制到 是的 但是如果在人力控制範圍之內 就要對這個新的relationship 是的 無論是romantic還是friendship 什麼都好 要小心去呵護 好像一個初生的BB一樣 OK 那你初生BB其實是要很小心去摸牠的 OK 很delicate 你又不可以摸牠的頭 又怕弄壞牠的腦 是不是 你又不可以將牠擺來擺去 所以在我們人力控制範圍之內 一定要對任何的初生的關係 是要小心呵護 是的 不要說錯一隻字 不要做壞一個動作 如果不是呢 就真的會和你拜拜的了